航天少帅着生在望 或成中共政坛新兴 中共政坛也存诸多变化 有消息称 2017年升任广东省长的马兴瑞是中共政坛新兴 被视为19大后接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的热门人选 马兴瑞身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信任 处世雷厉风行 曾严厉批评官员为管不卫的雍正懒正现象 说话不讲情面 据广东官场消息人士称 连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都要记他三分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58岁的马兴瑞早年间曾在中航集团 工信部工作多年 官制工信部副部长 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 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官场军工系要员 有航天少帅的称号 马兴瑞祖籍在山东运城 与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是老乡 他是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 2008年中国神州7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 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马兴瑞也奠定其航天少帅地位 在其指挥下 神8、神9、神10相继成功发射 完成太空飞行使命 2013年空降广东 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 主政深圳时 有报道显示 2016年7月 因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渣土 售纳场12.20 特别重大滑坡事故 马兴瑞被通报批评 2016年年末 马兴瑞被任命为广东省代理省长 2017年1月去代转政 正式成为广东省长 另外 港媒报道显示 马兴瑞也打破了广东30年来省长 皆由广东人或长期在省内任职的官员担任这一惯例 如今 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被指示入场热门人选 因此 报道还指出 马兴瑞一旦获得委任 将毫无疑问进入中央政治局 成为近年茂盛最快的一名新星 都某论 中央る